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财经会演节目 我是李源 我们先来关注两条财经快讯 根据数据提供商问德的统计 截至23日 中共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的规模 超过了1.27兆人民币 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的记录 其中湖北 安徽 北京和四川 发债都超过了千亿元 显示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在俄罗斯减少天然气供应后 德国23日宣布 进入三步骤紧急计划的第二阶段 以应对潜在的天然气短缺 除其他措施外 德国政府现在将发放贷款 帮助公司填充天然气储存设施 德国指责俄罗斯使用天然气作为武器 来报复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制裁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主要内容 在动态清零严重影响经济的情况下 中共政府继续强调实现经济目标 外界担忧当局缺乏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6月22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宣布 将更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发展 减少疫情造成的影响 这是自3月中旬 中共确定宏观经济目标以来 首次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公开谈论全年经济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失业率低于5.5% 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3% 以及GDP增长5.5% 当天习近平出席另一会议 会议计划加强对主要金融科技支付平台的监管 要求预防化解金融风险 也是在22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会议 呼吁采取措施支持汽车销售 推动经济增长 分析认为实际的经济数字要比中共的公开数据低得多 高盛分析师22日在报告中表示 除非政策更宽松 否则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极具挑战性 国太纪元首席债券分析师秦汉23日说 如果第二季度的GDP增长是2% 那么下半年中国市场需要7%的增长 才能实现政府目标 这意味着下半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 此前告诉美国之音 各地地方政府因为反复实施清零防控 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清零政策下的财政负担只能往后拖延 足以成为未来三五年内中国经济的未爆弹 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学家警告 投资需要认清现实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评论称 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许多中国民众都没有积累到 一定的财富 而在现在极度内卷的情况下 不能期待还会有更好的投资方式 如果有人还这样想 那只是在自欺欺人 所以大部分人很难逃脱经济问题的打击 欧盟22日发布碳关税相关草案 宣布对欧盟以外的进口产品增加额外的碳排放税 分析认为这一做法会明显增加中国商品出口的成本 包括电池、塑料制品、水泥等产品都很难逃过征税 根据远景动力高管的计算 以一个100度的出口电池包为例 如果按照现在100欧元的欧盟碳价计算 出口欧盟的潜在碳成本是500欧元 折合人民币是3500元 这项关税如果开征 意味着采购中国产品时会增加更多的成本 也会削弱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 去年欧盟产业在中国制造汽车和机电产品 然后输送回欧盟市场的做法十分常见 行业预计在征收关税的预期下 外国的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进而促成产业链回流欧洲 有欧洲当地的旅业组织表示 预计实行关税后 欧洲地区的旅业下游生产商可能会退出 整体的产业链会改变 相关法案预计在2027年正式生效 欧盟表示在征收新关税后 这部分将放入预算用来支援其气候目标 中共对互联网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 严重打击了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发展 媒体消息人士22日指出 在目前的严峻局面下 阿里和蚂蚁两家公司正在脱钩 并在某些领域发展出竞争关系 各自寻求新的业务 而在两年前 蚂蚁集团与阿里是关系密切的两所机构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现在两家企业正在限制对方访问其服务 还在互相抢夺客户 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与竞争对手结盟 对抗另一方的局面 企业消息人士说 蚂蚁集团正在建立自己的员工论坛 而网站将不再对阿里巴巴员工开放 此外阿里巴巴的论坛也不允许蚂蚁员工访问 最早期阿里巴巴创建了蚂蚁金服 从2011年起保留企业33%的股份 两公司的领导层有不少的重合 但是蚂蚁公司公开募股计划被北京否决后 两家企业都遭到了严厉的监管打击 阿里巴巴因为蚂蚁公司的业务被罚款高达28亿美元 公司的市值损失了数千亿美元 今年早些时候起 蚂蚁员工不再能利用内部候选人身份 申请阿里的工作 他们被看作是外部雇员 从去年起 蚂蚁公司也停止了 让多种支付宝使用阿里巴巴的服务器 目前蚂蚁公司旗下的主要产品是支付宝 而阿里公司的主要市场主要是电商平台 行业高管猜测 两家企业的脱钩可能是北京政府的要求 就是金融活动与互联网业务需要逐渐脱钩 上海一所投资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希拉科夫评论说 蚂蚁和阿里巴巴最终会被迫离婚 不是因为内部摩擦 而是因为有其他人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体现出来 北京的要求也在波及更多的公司 今年3月份 腾讯总裁刘志平曾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需要进行组织变革 腾讯试图成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 把现有的金融业务合并到其中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承诺 无条件对抗通胀 他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有点不可持续 而美联储离实现通胀目标还很远 无条件一词 意味着美联储愿意接受更高的失业率来解决通胀问题 鲍威尔在本周前往国会作证期间 承认美联储的政策会带来经济风险 但是7月仍然可能再次加息75个基点来对抗通胀 鲍威尔说 美联储与通胀的斗争可能会让利率提高到 导致经济衰退的地步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但肯定是有可能的 上周美联储将利率提升了75个基点 进行了2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加息 这意味着当局认为 控制通胀需要更加鹰派的手法 鲍威尔说 现在美联储的短期政策利率 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原则上我们希望以更快的速度达到更中性的水平 汇丰控股固定收益研究的全球主管 梅杰告诉彭博社 美联储的鹰派态度对自身有利 因为如果美联储的加息路程 看起来已经达到了顶峰 那么金融环境就会放松 政策不会有效 因此他们还会这样保持几个月的时间 根据美联储此前给出的信息 今年余下的升息空间大约是175个基点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表示 本周鲍威尔的发言 和上周新闻发布会的主题类似 行业仍然预计 7月份的政策会议上 可能会最高加息75个基点 世界首富马斯克表示 由于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断 和电池短缺的问题 特斯拉在德国和美国的新工厂 正损失数以10亿计的美元 柏林和奥斯汀的工厂 现在都是巨大的熔炉 它应该再发出巨大的咆哮声 是金钱燃烧的声音 它甚至在采访中表现出了 对破产的担忧 马斯克在硅谷特斯拉车主俱乐部 发布的专访中提到 制造特斯拉汽车所需的一些工具 被困在中国的一个港口 因为当地的防疫政策 导致大规模封锁 马斯克说 封闭上海对特斯拉来说非常困难 现在德州工厂正疯狂的亏损 因为特斯拉的最新技术 4680电池 在提高汽车产量方面遇到了麻烦 与此同时 与传统2170电池制造相关的工具 被困在了中国港口 没有人能移动它们 柏林和奥斯汀现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因为有大量的开支 而且几乎没有产出 让柏林和奥斯汀工厂正常运作 让上海完全恢复正常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基本上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 马斯克还说 我们极度担忧的是 如何让工厂持续运转 能给工人发工资而不会破产 中共的防疫政策 此前导致上海特斯拉工厂的生产 也受到打击 马斯克说 过去几年里 让工厂保持运转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供应链中断非常严重 过去两年 绝对是供应链中断的噩梦 我们还没有摆脱它 路透社报道称 在7月的前两周 上海特斯拉将会暂停生产 公司声明称 这是为了进行设施升级 在上周 由于包括铝和铝在内的原材料成本上涨 特斯拉将美国市场汽车的价格 提高了将近5% 而在本月初 马斯克表示 他对经济形势感觉很糟糕 他宣布计划裁员3.5%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暂停全球招聘 观众朋友 关于今天的新闻 我想到 中共高层最近频频开会 喊话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想要推动经济发展 看来是真的急了 但同时 中共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 又是反方向用力 而且这个反作用力 对经济的影响是更大更明显的 不知道中共高层 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经济不行了 老百姓的民怨就会更大了 中共要维系它的极权统治 恐怕就更难了 那么对于今天的新闻 观众朋友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您在频道下面留言 发表您的看法 也拜托点击小铃铛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